《佛说阿弥陀经》 我们讲《佛说阿弥陀经》 我们现在讲《佑善利佛,极乐各土,七重南巡,七重罗网,七重杭树,皆是四宝,周诈,围咬,事故彼果,名为极乐》 为什么是七重南巡,七重罗网,七重杭树呢 七重是代表什么 七重是表法的 七重以表法 所以经文里面所有描述庄严 阿弥陀佛的庄严的情况都是表佛法的 这里七重南巡,七重罗网,七重杭树 他所有的栏杆一重一重是庄严周围的边际 七重罗网是庄严空间,七重杭树是庄严地面 而且为什么它是七重呢 七重的意思是七科道品 哪七科 七科就是四念处,四敬秦,四如一主 五根、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 在阿弥陀经里面也有讲的 上一期我已经讲过 观身不敬、观树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的 四念处 这个三十七道品 有人说三十七也有说三十七道品是助道品 帮助你成佛 帮助成佛之道的 三十七个 你说刚要也行、指南也行 指南针好像每一个都是一个指南针 把你指道成佛之道里面 四念处 观身不敬、观树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 四敬秦、秦力 秦力是精进的意思 什么四敬秦呢 四念处已经讲过了 不讲了 四敬秦 第一 未生恶令不生 就是每一个众生将来做的事情 从道德的角度去观察 就是善的、恶的、不善、不恶的 如果恶要生出来 你令它不生 常常在修行的各层里面 你常常要提醒自己 我不要令我的恶生出来 这个是什么意思 你不要看清这一个第一 很多人都犯了这个错 未生恶令不生 对未生恶 不要让它生起 或者是五概等烦恼 五概是什么 五概是贪嗔痴煞道 贪嗔痴慢疑是五概 不令它生起 不令它生起 虽然它现在没有生起 恐怕以后生起 所以你必须要尽量的常常记住 一心精进、勤力、修行 不要令恶生起 这个很难做得到 这个很难做得到 我现在还没有做得到 为什么 你的念头 有人骂你 你马上就反应了 你的恶的念头就出来了 你为什么骂我 你无缘无故的骂我怎么可以 你没有理由 你甩我的自己专心 所以它就马上反恶相向了 你骂我一句 我也骂你一句 这个就是令恶生起 如果是别人讲一句话 未生恶令不生 别人讲一句话 有甩你的专人 比如说他为什么这样骂我 他为什么这样告诉我 那么大声对我没有礼貌 你没有生恶 但是你心里面不高兴 从未戏里面的修行也是不对了 你的恶心、恶的念头也升起来 我现在压住我的情绪 我不跟你吵 但是我不喜欢你 这个是从细节方面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可能你可以控制自己 我知道有义工也好 很多人都是 在大庭广众里面 他对你不好 你压住自己的情绪 没有人的时候 这个人以前曾经对你说一个话 你不喜欢的时候 你对他就不客气了 没有人看住 我知道的 人是这样的 有人看住他的面子 他保护自己 无论我说我骂他 人家都说我不好 现在没有人了 你骂我 我就骂你 人家看不见了吗 这个常常发生的 你有没有这个经验 人是这样的 人家讲你一句不好的 你就要恶心马上升起了 所以未生恶令不生 你说我没有生恶 所以从戏这一方面起 念头没有生恶 这个恶的念头令他不生起 不是行为 你不要这个种子生起来 你不要Latant energy里面就有恶 你说我没有骂人 当然身口意你没有做出来 但是你心里面那个种子就不尽了 你的恶就生起来了 第二呢 以生恶令永断 对以生的恶令他永远的断 依心情精进方便断除 不令更生 如果是你的恶已经生出来了 你就感觉到你降服不了 因为你生起恶了 当你生起恶的时候 你应该有什么心 请你告诉我 你的恶生起来了 你控制不住了 从慰性来讲 你的恶念生出来 从初来讲 你的恶的行为已经生出来 已经骂了 已经打了 已经跟人对视了 恶生出来了 恶生出来 怎么能够令他永断呢 用什么方法开始令他永断 用什么方法 请你告诉我 用什么方法 用什么方法 你生恶用什么方法令他永断 慈悲观 慈悲观 你的恶的生 慈悲观可以令到你不再生恶 你对人慈悲 我告诉你 应该是怎么样 忏悔 你马上忏悔 你的恶已经生起来了 你忏悔 有惭 有愧 惭愧 我感觉到很惭愧 什么是惭 什么是愧 惭愧是什么意思 惭是什么意思 愧是什么意思 惭是什么意思 惭如果是我们的英语来讲 就是shame You feel shameful shame is internal 就是你耐心感觉到不好受 我感觉到很惭愧 我感觉到心里面我是不对的 你自己心 你知道自己不对就是禅 你觉得自己做了不对的事情 你有这个心 有很多人无惭无愧的 我做了 我是对的 因为他不对 所以我才这样对他 我是对的 永远都是说自己对的 你禅的意思就是 我是不对 我诚意 我shame I feel a little shameful of what I have done 我做了一个事情不对 这个是禅 亏呢 禅是对内心 亏是对外 我对外恐怕人家 人家怎么看我 这个很重要 人家看我 你看我影响佛门 我是一个修行人 我天天跟人吵架 我是一个修行人 人家讲一句话我已经忍受不了 然后我就发 我就发脾气 我愧意对佛法 我愧意对寺庙 我愧意对我的师父 我愧意对世界牟尼佛 你这个是对外你感觉的惭愧 你恐怕人家讲你坏话就好 如果是你不愿意 人家讲你坏话是个好事 有人不理的 他讲我怎么样 你讲我坏话 我怎么样 是这样的 你恐怕影响你自己的磚 影响你自己的名誉 这个是好事 因为这个是external shame 你恐怕别人看你不好 影响你的名誉 这个是好事 所以以生的恶令涌断 第一要忏悔 有惨 有惨有愧 不要无惨无愧 好像前几天有人在厨房里面吵架 吵了很多次了 脾气不好 改不了 我就对他说 对不起 我要给你一个评语 你这个人无惨无愧 什么无惨无愧 你解释给他 他说是他不好 看不知自己不好 因为他对我不好 我就说出来了 我要找公道 公平 因为他不觉得自己做得不对 也不我说你这样吵下去 人家看你 看你 你这样看你 你影响你自己的名誉 影响要怎么样 没有愧 如果你怕影响就好了 你不要说有人怕影响 你说你看一个人多要面子 有面子总比没有面子好 对不对 你面子你都不需要 你还是做人 做人面子不要紧 那么做什么人 对不对 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所以以生的恶令永断 第三 卫生的善令的生 对没有生出来的好的 你要尽量的生出来 卫生的善令生 我们怎么用卫生的善令生 尽量找方法做多一点善事 我来到观音师 我的观音师好 我们有一个做诗表 做这个 我已经把做诗表做好了 但是我有多一点时间 我看见别人 我再做 这个更好 因为你看 你要我做一个半小时出波 多 但是我还有一个小时 我多做一点 这个就善了 你多一点贡献 人家看不见的 你多一点贡献 你以为看不见 因果看见 你以为不公平 你看人家出波一个半小时 为什么我做了一个半小时 我还要做多一点 对不起啊 你要看清看得懂才行 你多半小时就有半小时的因果报应 是善的 人家做一个半小时 你做两个半小时 你这个一个小时白做了 这个时间上没有白做的事情 你越是自己方便 越是怕辛苦 你越没有福 福气怎么赔出来的 就是你贡献自己 不怕辛苦 人家做一个半小时 我做两个半小时 我这一个小时 我没有未生善 我令它生 这个不愿意占便宜 愿意自己欺生自己贡献的这个善 我贡献这个小时就是善了吗 我这个一个小时就是善 我令它生出来 多好 我告诉你 三十七柱道品 有人以为看这个表面的字就是 不是 一句话能够令你参 令你静坐 令你思回 我多做一个小时 我不是吃亏吗 人怎么会吃亏的 第四 以生的善令增长 对已经善的生出来了 我更培养它 更培养它令它增长 好像我举一个例子 我出波一个半小时 我做两个小时 我这个善不是令增长吗 出波这个善事 我令它做多一点 还有人家骂我 人家骂我 我应该有忍辱吗 我这个忍辱是一个善吗 他骂我 我特别的让他骂 我还说感谢你 我错 我应该改 你提醒我 我就改 你这个忍辱的善又增加了 你以为是你吃亏吗 人家骂你 你还是笑嘻嘻的吗 不是 我希望忍辱这个心更增长一点 我忍辱的level还不够 我还要把这个level提高 我把我这个标准提高 那个善更提高 这个是不是更好 普通的人看西藏琴就是怎么样 为生恶令不生 以生恶令永断 为生善令善 以生令生长 读过一遍 好 讲完了 不是 好好地把这四句话写到你的桌上 天天是视为它吧 你越吃亏越好 你吃亏就是令你的恶永断 你的善永生 世界上因果是很平等的 你因为你吃亏吗 菩萨知道 因果知道 你以为你很精明吗 人家做一个半小时 我做一个小时 我不要做那么多 我很精明吗 因果报应之道 好 我们继续再讲 视如意足 足是什么 足是基础 foundation 有四种定力把你的心设助 使到你的定跟会尊等 所愿就很容易满足你的缠的愿 所以说是如意足 也说是神主 包括四种可以达到的成定 是如意足 第一 欲如意足 情如意足 心如意足 观如意足 欲如意足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应该有一个愿力 你要修禅 你要有个愿力才可以修禅 你修行禅定的意识 行为要有一个愿力 现在很多时候我们打佛气也好 五天也好 三天 四天也好 很容易地看出大家有没有进步 有一部分修行的人 你讲他一句 他马上就不高兴 我在这里打残气 我也受你气 我是来打残气的 我还受你气 你这样对我讲这个话不礼貌 我不喜欢 你看以前这个法师多好 没有骂我 现在这个法师你讲我一句话 我就不喜欢 你有修行吗 如果是你可以忍辱 你更高 因为以前这个法师他让你 你做什么都可以 现在这个法师他人格一点 你就不行了 你就暴露出你的缺点出来了 就没办法 你暴露你的缺点出来了 我告诉你 忍辱心越强 你的修行越高 欲如意足 就是你对禅定有没有预先预定的目标 有很多人修禅定没有目标的 今天半个小时 明天十五分钟 后天没有空 大后天就一个小时 再大后天没有空 你这样有欲吗 你的foundation不够 你的基础不够 你的欲如意不足 你懂吗 欲如意足 有foundation 你一天修 一天不修 今天没有时间 昨天也有一点时间 一暴时寒 一暴时寒 怎么可以进步 欲于意足的意思是你的目标要有基础 你就继续下去 勤如意足 我有欲望 我有这个目标 我还有勤力 精进无间 有的修行之转 现在有努力的修行 对所修之法 无间断的专心一致 专注于心 这样才有禅经的力量 勤如意足 心如意足是怎样呢 我这一心正念 我修禅这个心 有这个目标 我勤力了 比如说我对我修的方法 我因为这个方法是对的 我就不改方法 我这个疑心正念就这样做 明天是修这个法 明天是修安波守义 后天就修这个 大后天就修这个 完全背道而驰的 南辕北辙的 不同方向的 如果是在同一个方向 你改变你的方法 可以 比如说今天我修安波霞地 明天我也修 但是我不关避洗了 我关到丹田去 那个也可以 因为你稍微改变 因为你的身体改变你的方法一点点可以 你不可以说现在我修安波霞地 明天我怎么样 明天我修 念佛是谁 我参话头了 我参公案了 那么这个是两个不同的方法 你就要考虑一下 你的方法根本是 你不是坚持你的方法 一个正的方法 观有立足 心不慈善 不好像是对外分慈 走出去 散乱了 散乱了心 那个观你要把你的 你历历分明 念念分明 就是明静而住 明静而住 明就是念念分明 静就是怎么样 不调局 明就是不昏臣 静就是不调局 昏臣跟调局是修禅的人的两大毛病 观有立足也是智慧的慧 慧有立足 思维有立足 这样用观察思维佛教的教育 成就一切的禅定 如果是禅定你的欲有立足 情有立足 心有立足 观有立足都具足了 那个基础好了 成佛之道很快就现前了 好像禅中禅和子也是 禅和子遇到很多困难的 不是一番寒彻谷整的梅花破壁香 没有经过寒冬 怎么可以踏雪寻梅 我们有一些古人说 踏雪寻梅 寻梅 找梅花的香味 你要经过连寒风雪 才可以闻到梅花的清香 这个意思就是才可以得到了学悟的地步 世界上每一法都是佛法 现在七宝蓝唇 七宝蓝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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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表法的 那个意思是什么样呢 所以庄严西方极乐世界的每一件事 每一物 每一事都是表法的 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事不是表法的 《金刚经》里面怎么讲 一切法皆是佛法 都是佛法 明朝有一位大师 憨山大师 他讲了一首诗 一首诗非常好 我今天也可以大家分享这首诗 《水上莲花 舌头的舌 舌上经》 《一安身所万方清》 《松方日月常酸说》 《可惜识人不解听》 什么意思 莲花是表法 表我们修行六根清净 《舌头上诵经》 所有一切都是佛法 都是告诉我们要修行的 不一定是文字 不一定是诵经 所以你们看经要好好地想一想 好像我刚才讲三十七诸道品 试经勤还有识念处 识如意足 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懂得这个文字是很简单的 但是你细心地想一想 参一参里面的义里 很多我都没有做到 没有恶令他生 你有没有做到 没有 没生出来的恶令他不生 你有没有做过 没有做 还没有做到 我们要努力地正经济 不断地去修行才可以做到 不断地去修行才可以做到 还没有做到这个事情 我们要努力地正经济 不断地去修行才可以做到 不断地去修行才好像不断地货 全呗